一个矮个子女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们来听听这三位男士怎么说 第一位是周先生 他30岁了 他说呀 这矮个子女人特别的聪明伶俐 我跟老婆结婚以后 从来就没有操心过 而且矮个子女人特会精打细算 我的老婆就是这种又聪明 又能勤勤持家的好女人 他就是我的写那种 无论家里家外大事小事 他都能够完美的处理好 第二位 好我们来看啊 是肖先生32岁 他说呀 我跟老婆自从结婚以来 打情骂俏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 他的性格非常的活泼开了 和他在一起啊 我总觉得特别的轻松快乐 看到他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第三位 侯先生35岁 他说 哎各自的女人 新年轻啊 可爱啊 即使他到了四五十岁 或者是六七十岁了 也能让人找到烦恼环童的感觉 并且矮个子女人 更容易激发男人的保护率 才能够衬托出男人身材高大 让男人更加自信 那您身边的另一位 是高个子呢 还是矮个子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